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 让我们思想神的话语 更新我们的生命 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 菲律比书四章八节 那前面讲到 真实的、可敬的 那今天就要讲到公义的 那这个形容词在新约用的很多 那比方说义人 因信得生的义人 就是这个字 那这个字的名词就是神的义 那基督徒之所以蒙恩 是因为信耶稣基督而得的义 那在这里保罗所要强调的 那应该是如何把因信而得的义 在生活当中应用表现出来 那我们知道中国人常说义者已也 又说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 那这些都是很值得参考的诠释方式 而这个形容词在本卷一章七节这边 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 原是应当的 那这个意呢 这边就翻译为应当 那另外在同一个时期保罗另外两封书信 以福所书六章一节 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 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这个意字呢 公义就翻译为理所当然 在哥罗西书的四章一节 你们做主人的要公公平平的带仆人 那这个字又翻译为公平 所以简单来说 义的就是正确的合理的 但是我们要定义这个正确的合理的 却又有它的困难跟复杂性在里面 那因为这个到底正确的标准是谁来定 合理的理又是谁的理 那我们看见 如果在世界的现象来说 那公义的标准 其实往往依附着力量而定 力量大的人就决定什么是对的 那好比有的时候依附在军力 财力 权力上面 而如今 即使在民主的时代 那人本主义的时代 那这个义 它其实也变成了另外一种力量的呈现 就是这个人多嘛 就是只要人多 那就被定义为义 但是人多就一定是对的吗 其实在这世上 各种所谓的公义 都有它的缺失跟盲点 其实没有一个放诸四海皆准的 一个不变的真理 那按照希腊人一般的用法 公义这个字其实比较倾向于 合法的一个标准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一个合法的状态 那法律的定定 又有因为它时代的因素 以及权力运作的影响 也随着时代不断的改变 所以如果从法律的一个观点来看 那我们知道 那其实被普世所最知道的 其实就是摩西的这个律法 但即使是摩西的律法 其实这个它仍然不是神真正要传递的 最核心的一个信仰的一个核心 而对于认识耶华之名的人而言 如果要成为天国的子民 耶稣也告诉我们 我们必须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超越摩西的律法 那么神的义有它的本质 也有它展现的方式 那在永恒的领域里面 神的义就是何于万有的根源 造物主的规则为依规 那么在人间 就是在基督徒里面 那么则是以基督耶稣的道为准则 而就圣经的观点来说 基督徒的义 就是主要就在于遵行神的旨意 那么在基督里的人 不是以遵行律法的称义 乃是以信主耶稣的名 靠主的宝血被算为义 那这是基督徒信仰的根基 我们是需要很清楚的 那整体来说 我们对于属神的义的一个理解 首先我们要知道 那么神的义 其实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宝血上 就是我们是被算为义的 但是从一个比较积极的 一个思维方式来看的话 那我们就知道 那神的义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当我们愿意 以基督的生命来去对待人 也就是愿意饶恕人的过犯 那么愿意来遵行神的律例 愿意让我们的生命里面 充满从神来的爱 那我们在神的面前 我们就被神算为义 所以这个保罗提醒关于思想的事情 那让我们知道 基督徒在因性称义的立场上 也需要有何于神的义的生活的见证 那就如同保罗所说 我们向你们信主的人 是何等圣洁公义无可指责 有你们做见证 也有神做见证 那就表达 当然我们在蒙受神赦罪的恩 的这个基础之上 我们也要尽我们的力量 也要愿意让神动工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一个 就是按照圣经里面所描述的真理 那样子的一个各样 美好的生命品质 在我们的里面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位 让我们能够 对神的义 因着认识真理的缘故 能够一天一天有更多的认识 祝福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